陈文博 陈文博 你该不是拿土来骗我吧 咱们哪儿来这么多军粮 将军可还记得 你与世子在郊外埋藏的财宝 果然是你偷的 不是偷 是保管 赵大人 你的难处将军都通我说了 眼下这便是我们全部的军粮 只要你愿意归顺 这些军粮即刻送入中州 并且不再追究你们的罪策 赵大人 这就是你口中的精兵强将 到时让本将军开了眼界 赵某本是文管 若真有什么精兵强将 我也不至于去投粮呢 本将军建小建强 兔崽的吗 赶紧开门 你大跟我回来了 大哥 你怎么投靠朝廷的狗官了 别乱说 班将军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快点开门 粮食快开城门 开城门 将军 这回这么多红薯能顶一阵子了 这是哪来的红薯 阿克齐送的 阿克齐 有了二位大人了 将军何时找到了阿克齐 怎都不同军师说一声 军师在外调粮 还没来得及说呢 若日后将军再有需要连下一破果 请交由在下处理 赶紧 太难了 走吧 再煞车 你进去 一八 一八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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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错 角落真的来抓人 不过 王曲和石大人的金蝉脱鞘之际 已经把大家都救出来了 不用担心 在下已将搬家人 已暂时安顿在城郊一处密林小屋 四周不下警戒 安全无余 还请勿佑 朝廷局势鬼绝难料 还请多加小心 爹娘 还有弟弟没事就好 此刻我也只希望蒋洛能够早点醒悟 替须天下 真正解决饥荒